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伦多地产经济庄大,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2022年的9月2号,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节目分成两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是介绍多伦多市区的比较适合投资的最近的几个项目 第二部分是介绍多伦多周边地区的一些投资项目 包括正屋和独立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击关注并且转发给需要的朋友 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呢,在介绍第一部分内容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简单地说一下最近的新房的 包括房花和楼花的基本情况 现在来说呢,我们的新房楼花基本上就是 比同比来讲增长的是9.2% 就是跟去年同期比 房花的基准价格现在是193万 同比增长的大概是27%左右 另外呢,因为最近新开盘的项目非常少 新房的剩余库存呢 较上个月呢,下降至10848套 包括9311套的楼花单位和1537套的房花单位 房花呢,指的就是low rise的 比如说是正屋或者独立屋 所以呢,中上所述呢,现在最近市场上来讲呢 新房的这个投资来说呢 价格还是不断地在往上升 不像二手房有的地区价格还在跌 因为9月份马上7号要准备加息 所以目前来讲呢,应该是一个拐点到来 或者即将到来,马上到来的时候 因为现在的9月份这次加息之后 估计是不会再加息了 这是我大概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个房花的这个情况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有信心去投资这个房花或者楼花项目 第一部分呢,我们介绍多伦多的这个投资项目推荐 今天介绍10个项目 今天项目比较多,视频也比较长 Formac Condos 第一个就是Formac Condos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方正的studio单位 Formac Condos位于R66号King West 这个是完全是多伦多的核心地区 在金融区与艺术与这个Art District交界的地方 步行三分钟就到了那个Saint Andrew地铁站和这个OCAD大学 百分之百的这个通勤指数 电堂级的设计也就是说非常有名的这个设计师之前也介绍过 Formac Condos呢,如果你是想要追求在多伦多市中心买一个Luxury的 而且是顶级配置的这样相当于住在一个五星级饭店 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这个投资公寓呢,你可以考虑这个Formac Condos 这是第一个市中心推荐的 第二个呢,Condo推荐的是8号Elm Street 这个呢,是由最近好莱坞比较火热的这个 这个影星刘思木啊 他来做这个代言的 这个房子呢,是向东100米就到 就到Ryzen大学 向西200米到金融区 向南230米就到Danda Square 向北400米就可以到达College地铁站 所以这个项目呢,我们马上就要开盘 下一周呢,我们就会跟开发商有一个内部的一个会议 我们会继续的给大家更新最新的资料 这叫8号Elm Condos 这个也是马上要开盘的 现在我们可以接受预定 持价呢,估计会是1800左右 第三个项目呢,是Downtown的Selester Selester Condo呢,这个是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 是在Richmond的跟George Street的东南角 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70万左右的一房的单位 和80万左右的这个一家蛋的单位 2026年交房 开发商呢,现在包租两年 所有的VIP的优惠都有 包括这个Free Assignment 还有这个Development Cape 这个盘呢,也是会进来 将来的这个Ontario Line上面的 所以这个Downtown的这个Celester Condos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呢,我们介绍的是Daniel Daniel呢,这个是老牌开发商 他现在呢,以一个非常低的成本价格 在出售这个市区湖滨东区的Daniel Apartment 这个房子呢,只有50万起 50多万起 9月13号呢,开盘 开盘以后呢,将会有6层以上的单位呢 都是大概是1300到1400的持价 这个持价呢,如果大家熟悉多伦多这边 当堂投资的应该知道 这个非常非常的低了 交接前呢,只需要10%的这个首付 我们现在开盘的是他的第三期的第一栋 是北楼 这一片呢,总共是有242英亩的一个大型的开发区 地点呢,是在365号Parlament Street 是Parlament跟Jerard交接的地方 开发商刚才说的是Daniel 我们现在卖北楼 总共10层,304个单位 交接时间是2025年的秋天 这个是第四个推荐项目 第五个推荐项目呢,就是Downtown Condos 这个是在Danforth上的 多伦多东城中心地铁上的一个 地铁上盖的一个房子 价钱也是非常便宜,50万起 也是属于成本价销售 它这个呢,会更便宜一些 大概只有1200多一点一尺 很多单位都可以看湖的 这个是第五个推荐的 第六个推荐呢,就是多伦多东区的 交通枢纽的新楼花 Left Bank Left Bank呢,马上要开盘 周围环境是非常优美的 20分钟就可以到市中心 多大Horizon University 这里还有这个政府 马上要开发的这个 新的东港交通枢纽项目 马上会在2028年 TTC啊,这边都会盖出新的 这个TTC的Subway Station的站点 预计28年呢,投入使用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项目 叫Left Bank 在湖滨东区 第七个项目呢 是South Forest Hill 现在我们有10%的这个定金计划 目前呢,我们现在手上有一些小单位 大概就是70到90万 这里呢,South Forest Hill 是顶级私校 高租金 顶级社区人群 South Forest Hill的平均的独立屋的价格 比周边外围地区 Forest Hill的价格呢 要高出300万 达到平均是800万的价格 所以非常稀缺的一个 Real Estate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地区 这是第七个South Forest Hill 第八个呢 Moto Condos 在市中心的西南部 这个是在Bloor跟Dauber Court Road 大概也是50亿万起 50亿万起比较小的单位了 这个呢,是靠近两个地铁站 Ossington地铁站和这个Dufferin地铁站 楼下就是公车 三分钟可以到达这个Dufferin购物中心 这个是在当堂西边的一个 马上要开盘的一个项目 叫Moto Condos 这是第八个 第九个呢 Park Horse Urban Town 这个是在Young & Finch Young & Finch这里呢 很少 现在很少有这个新的证物出来了项目 现在是这个项目呢 是应该是这几年比较稀缺的 门口就是铁站 举步就可以到达这个Young & Finch 这里是应该是美食一条街啊 非常方便生活 然后背靠公园 这个项目的名字呢 叫Park Horse Urban Town 这个是在Young & Finch的 最后一个项目呢 在多伦多地区的呢 我们介绍的是Mid Town的新首选 叫Acra Acra living呢 我们刚刚跟开发商开过会 到我们公司来 特意去介绍了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位于Young & Eglinton 它总共只有21层 大概是200多个单位 我们13号 9月13号呢 就会第一波分盘了 这个房子呢 是属于Boutique的 始价是1500 在Young & Eglinton这个地段呢 非常的busy 大家可以 如果熟悉多伦多的地方 这是中城区最好的地段 也就是说是最热闹的地方 在Young & Eglinton 是靠近这个LRT地铁站的 所以大家感兴趣这个单位 这个项目呢 也可以跟我联系 好 这是多伦多市区的10个项目 我们再介绍第二部分呢 我们介绍一下多伦多这个 周边地区的这个投资项目 看看有哪些 首先呢 周边地区介绍的是三个独立屋和正屋的项目 第一个是Richmond Hill的这个Oakridge Green Oakridge Green呢 这个是Richmond Hill地区马上要开发的这个 一个新的独立屋项目 非常的高 应该说是高大上吧 比较大的尺宽是42的 有50尺的独立屋 而且呢附近大家知道这个房间也非常优美 就是在这个Oakridge这个社区 8分钟就可以到这个Richmond Hill Green这个Sports Center 还有它是一个学区房 Richmond Green这个High School 这个就是靠近这个404边上 非常好的社区 这是第一个 它是一个独立屋的项目 起价呢 估计至少是2.5个Millium往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介绍的周边地区的是 Empire Community现在有很多优惠 Empire Community呢 Empire Community呢 它现在在拿外4附近 还有在哈姆腾附近 都有正屋 和这个独立屋项目 比如说Empire Legacy in Thord Empire Calendon in Thord 独立屋和正屋项目呢 是在这个Wayfield和这个Wearland都有 也都是明年夏天交房的 所以如果大家考虑这个要买独立屋 或者是正屋项目 在这个周边地区 而且是靠近Narga 4这一块呢 是考虑这个Empire Community 这个现在推出很多优惠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独立屋正屋项目 在周边地区的呢 是在Pickering的一个townhome项目 现在只需要5%的定金 这是一个现实的优惠 如果客人呢 要11月份收房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谈 推到下个月 下一年就是2023年7月收房呢 也可以谈 所以大家如果买这个正屋项目呢 是有这个closing date 是可以非常flexible的 像近一点也可以 像远一点也可以 现在呢 我们有这个独家的一些优惠和折扣 收房的时候呢 开发商呢 就是不收这个开发费用 开发费用就是免掉了 所以这个是Pickering 比较好的一个townhome项目 只有5%的定金 第二个呢 就是公寓楼花项目 周边的公寓楼花 我推荐的是Minto的 在North Oak 这是在Oakville North Oak 37 在Triwag Road跟Dunas East 靠近这个Sheldon College 以及很多所的 这个Oakville的名校区 私校公校都有 所以Oakville Gold Station 也是非常靠近 靠近Highway 403 407和QEW 所以这个地区的 这个Oak North Oak呢 这个我们之前两期开盘的 都卖得非常的好 现在是开第三期 这是Oakville的一个公寓楼花项目 第二个Oakville的项目呢 是叫这个 在Oakville南部的 一个Gimini Condo 位置呢 是在62号Shepherd Road 这个呢 也是一个湖景房 因为它在Oakville的南边 交通也是很方便 四分钟就可以到达QEW高速 步行呢 就可以到达很多个生活便利的超市啊 和Restaurant 这个是Oakville的第二个项目 叫Gimini Condo 第三个呢 如果大家喜欢湖景的话呢 Oakville给大家推荐一个 Residence at Bronte Lakeside Bronte Lakeside Oakville的 它是属于这个Oakville的黄金地段 是真正的稀缺的湖景房 而且只有70万起 我们现在有全套的户心图和价格 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就在湖边 Oakville南面 靠近安大六湖边 一分钟就可以走到湖边 八分钟就可以到Gold Station 八分钟就可以到Mall 附近的Mall 八分钟可以上这个Highway 103 这个是公寓楼花项目 周边地区的 在多伦多周边地区的 大学城的投资出租项目呢 现在推荐两个 一个呢是在Golf Golf这个City呢 有这个Golf大学 现在马上开盘的叫 Anthin Condos Anthin Condos呢 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Golf 这个地区开盘的一个项目 现在而且只需要10%的首付 部分的单位呢 可以送Hardwood Floor的这个升级 就是石墓地板升级 临近这个Golf University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出租的 一个投资机会 出租给学生 Golf的公寓的价格呢 也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呢 平均大概涨了13%到17%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新崛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挖地吧 相当于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之前介绍过的 Hamilton的这个Design District 我们现在有一些一房的小户型在手 非常方正 而且是高层朝南的 没有遮挡 现在如果买这个Design District Condo 任何的这个单位呢 都可以送一个LB的包 这是开发商的这个县市优惠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入门级的度假屋的推荐呢 有这个爱德华王子的这个岛旁边的 有一个叫Porta这个公寓 这个公寓呢非常适合初次投资的客人 因为它的这个总价比较低 20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安省热门旅游小区 爱德华王子岛 坐落于沃泰华 蒙特利尔和多伦多三个城市中心的位置 靠近湖边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湖滨度假屋 而且它可以做LBNB 所以这个呢 10分钟呢就可以上401高速 VR火车线 13公里的这个岩湖的这个trail啊 湖边的这个风景 都可以在这个condo附近 所以非常的方便 也可以做LBNB 这里是可以作为投资 也可以作为度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物业 这个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好今天呢就给大家大概总共介绍了这么多的项目 包括一些政务项目和周边地区 如果大家对这个多伦多及周边地区的投资 或者这个有兴趣呢 包括是房地产 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所房 请大家跟我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显示在屏幕下方 好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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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